台南市家里区一处水路沟区老旧,每逢下雨淹水难消退农民叫苦,立委业已经今下午周开协调会眼见市府,水利会全责难离清,一度霸气回应不适叫你们护踢皮球,除获得市府与诺承接,也建议农委会定出明确法令离清全责。 家里区家里新中派一水路沟区破旧,每逢下雨必淹水多日难消退,农民苦不堪言,承报政府单位与其他民意代表多次会堪,都因管辖权问题无法处理,业已经经邀及农委会,水利署第六河川区,台南市政府水利局,嘉南农田水利会,家里区公所现场共同会堪离清全责。 市府水利局表示,该排水沟区不在市政府水利局公告区域排水内,因市水利会全责。 嘉南农田水利会则表示,该农地重化区排水民国八十年由省府施作,以多次与市府沟通,针对排水面积达80%以上属农田水利会管辖50%以下,经市政府公告为区域排水,而此排水面积60%, 因此无法认定选择。 我今天来就是要解决问题,不是叫你们互踢皮球。 营业已经有感而发说,对农民而言,不管是市政府,农委会都是政府,不能因中央跟地方没有共识就推来推去,这样对政府就是伤害。 他说,应该由上级单位水利署及农委会协调,既然规定不能在同一排水上各自认定权属,希望市政府对此区域排水,能公告此区域排水为市政府管辖来解决这多年无法厘清的问题。 市政府水利局也允诺会在一周内与水利会处理权责问题。 也已经说,各地类似这种权责不分排水系统还有很多,农委会一定出明确法令,厘清权责。 否则受害的人是农民,台南市家里区一处水路沟区老旧,每逢下雨淹水难消退,因权责不清,农民叫苦,徒也已经服务处提供,分享,农水路权责难分,惹民怨,立委业已经要求农委会紧速厘清,徒也已经服务处提供,分享,台南市家里区一处水路沟区老旧,每逢下雨淹水难消退,因权责不清。 农民叫苦,徒也已经,经服务处提供,分享。